兩派人馬走在南極場夜市才剛碰到面 衝突一觸即發 站在最右邊的黑衣男子 從背後拿出球棒 朝黃喜男子一陣猛打 絲毫不手軟 不過黃喜男子也不甘示弱 拿出日常的折疊刀 就往回一南的腹部捅了下去 還注意到對方拿出小刀 準備要反擊 立刻就帶著同伴 迅速逃離現場 吃刀砍人又揮棒亂打 事情就發生在台北市南極場夜市 雙方之前 疑似因為騎機車近夜市閒晃 起了口角爭執後相約談判 一方持棍棒亂打 另一方就拿出刀子捅人 警方趕赴現場時 雙方以一轟而散 圍巾調閱相關畫面 分析比對 第一時間即掌握 具有地緣關係的黃興祖賢 林喜男子被捅之後 右手扶著腹部忍痛就意 而根據警方了解 傷人的黃興男子 因為時常鬧事 這回又回到攻擊 一下子就被警方認了出來 新凶後三個小時就被逮 檢方已殺人未遂罪 將他起訴 這下子囂張態度全都沒了 得好好為自己的凶狠行徑 負起法律責任 記者正人宗李玉瑾台北報導 得到 按照片中正人宗李玉瑾台北報導 請穿 null 裏迫